现在府文化局让七组公益职人走入校园进行公益文化教学 与公正、市民、内城、大西、大理共五所国小来合作 并从11月2号起在中心文创园区来举办习作公益生活学习体验展 展期为两周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相关的文创工作者可以朝向所谓的体验服务型这个方向来发展 那这一块的市场是非常大 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辅导团队朱化这边 帮我们做的一个诊断体检之后 所以我们今年整个一个发展重点就会放在 如何辅导我们这些手作职人朝向体验服务这样一个方向来进行 那当然体验服务的对象 我们今年特别跟几个学校先做一个实验性示范性的一个操作 因为文化局在11月8号以及11月9号两天也在中心文创园区来举办宜兰文化创意以及公益交流沙龙 特别邀请了泰国的设计总监以及策划亚洲首创展的西家文化总经理 袁伟志等业界专家分享公益经济 公益教育泰国文创产业经济以及亚洲首创市场的现况 同时也促成在地公益与文创社群媒合互动机会 议题内容多元丰富 除了这一次的我们习作的成果还有这些经验以外 我们特别安排了相关的这次的沙龙有几个主题 那这些主题也是都扣合着未来我们每一位职人要如何 针对这个体验服务的这个计划跟设计有相关的一些课题 我们就安排在今天跟明天的几个课题的那个沙龙讲座里面 让各位能够更清楚能够未来在走向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有更多的灵感跟启发 交流沙龙特别将课程教案设计纳入的主题 分享公益如何走进学校教育 目去设计总监省市捷 家传三代的台湾漆器品牌光山型负责人赖信佑 集集天心窑第四代林心结也将大方来分享 海外的餐展以及国际行销经验 相关的活动详情请到中兴文化创业园区的网站来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